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摩台定多空 从产业选主流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旗鼓宣扬 我是运达投顾曾大轩 今天是520 那当然我们6日有这个节目的一个播出嘛 好 同学们来看 今天涨了35点 今天涨了35点 520涨了35点 520为什么会涨35点 为什么我一直在重溢这个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讲三次 投资朋友可能你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 2008年9309 520当天建高往下 2000年陈水扁上任的时候 也是九字头 后面一路往下 那两次都到三字头 那是投资人切身之痛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受到媒体 受到报章杂志的影响 都会说有一次有两次 这一次可能也跑不掉 2016也就是今天520的行情 绝对不够够够够够了 投资朋友来看 昨天美股还中错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起35点哪有可能 投资朋友 我说你在看待一个行情 一定要理性去观察跟思考 不是人云亦云 你听我的意思吗 很多分析师专家 都拿过去的数字来跟你讲 可是有每一次都 会照着历史的脚步去复制吗 未必嘛 你听懂的意思吗 好比一场棒球比赛 投打对决 可能前面5次 我都被你解决 可是第6次我上来了 我已经熟悉你了 有没有可能给你一个 致命的权利党 去想看看 那当然2008年 跟现在2016年的历史背景 环境时空 环境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一概而论说 啊 差点了 2016年 全对跟2008年 跟2000年 那样 政党转力就是要帮帮 那个是太粗浅 太粗糙的说法 投资朋友 没有错 经济不好是事实 可是我说了 股市的上涨跟下跌 在经济来看的话 经济不好 它绝对不是股市 下跌的必要因素 你听我的意思吗 因为它牵涉还很多啊 资金筹码 国际股市还有政策嘛 你听我的意思吗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解 后520行情的时候 那个启动要怎么启动 为什么我们这一个多更正 这几天 我们测标一直没有变 即使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困难 投资朋友你看 7999 在这一个礼拜有没有破 没有吧 没有破嘛 昨天美股是破 破短线新低的哦 去收口看看 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可以挺住 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优质的节目 我也希望说看我的观众朋友 你有一个理性的一个思考 你要知道这个来龙去脉 或者说股市为什么涨 为什么跌 它背后所隐藏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 你听我的意思吗 那这样子才能够使你在投资的道路上去成长 你不一定要加入我的会员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我的会员会更幸福 因为我们该避开的避开 现在就是等下个礼拜做确认的时候 那个分利一级 不但我股票要赚 齐全我还是要赚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好 朋友来 你看一个分析师一定要看长期 不是说看一两天 看他在表演 掌零板 掌零板 每天大赚大赚 多也赚 空也赚 真的有这么好看的事情吗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 我必须说 当然有一些表演型的分析师 他为了要吸引你的目的 每天掌零板 每天做机会 多也赚 空也赚 但是你要去想一想 你要是加入他的会员 你是不是真的有赚 这是你要去思考的 好 朋友们你看 这是4月29号的时候 这个大概是在三个礼拜以前 我这张图表都没有改变 这张字卡都没有改变 我说什么 回档6周 请你再给他两周的时间 因为转折在8周 这4个字在三个礼拜以前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 好 只是差别说 他要不要一次来测原始上升趋势线 好 即便他走二的方式 下煞的比较狠 可是我们也没有去应对 第二种方式的一个操作车 绝对是有 我相信这一路以来 朋友们你看 行情真败 5月6号 我会不会说叫你不要砍在这边 他有机会来这边 然后我还告诉你什么 两个转折 13天跟34天 13天的转折 抢多上去给他 34天的转折 抢多上去给他 这个是在 行情最不利最不利 在往下的时候 该做短的时候 该多单落带的时候 我们都落带 好 行情来到了这边 我说什么 背离了 我说再往下 再往下 第一个背离 第二个 这张图 我已经讲了一个多礼拜了 这样 这样 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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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什么动作 所以朋友们你看 行情是不是真的下去了 下去要不要怕 疑似下降现行 5月12号 真的下去了 弹起来 然后我说5月13号 的尾盘 十两三四五 五波的上涨 他有ABC的回答 突破下降下地线 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在礼拜五的尾盘往上之后 来在这里 十两三四五 ABC嘛 这是不是买点 一米又起来了 一米又起来了 好 头部你看喔 强短多 停力出场 5月17号 明显走三波嘛 好 5月18号 我说 手上升趋势线 有机会再往上 好 5月19号 他破了短的上升趋势线 那这个行情要怎么看 来 一变如何 看起来 看起来喔 五大波嘛 十两三四五嘛 然后呢 A B 这边会不会是C已经结束了 A B 今天的下三在这边 这个C是不是有可能结束了 如果结束的话 这边有没有可能是对应这边 十两三四五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去输口一下 所以头部来喔 重点来喔 我先 跟大家解520的行情喔 头部你看喔 这是5月19号喔 这一条低点跟低点的连线 如果守住他有机会头肩底 这边是 一个底嘛 这边是左 左肩这边是右肩嘛 可是你前提是要守住嘛 今天的低点在哪里 8023其实有守住喔 守住这一条喔 守住这一条 所以头部你看看喔 他怕你变成这样嘛 他变成什么 三角形收敛 这是小时线 三角形收敛 那他要怎么走 我等一下再来讲 好 如果从现货来看啦 三红之后 昨天的回档 大家怕得要死吗 那今天呢 今天520收红耶 有没有摆脱520魔咒 至少就520当天 没有重演 8年前跟16年前 那种跌了200多点 至少这是件好事 好 唯一比较缺憾的 这是量不够 但是你去留意喔 台积电已经来月线喔 台积电碰到月线喔 那代表大盘下个礼拜 绝对有好戏可看 下个礼拜大盘 有机会来月线 那他要怎么来月线 那就回到我们的期货嘛 金甘丹嘛 这边明显走5波嘛 金 轮 三 四 五嘛 那刚才跟你说啥 A B 盘中如果是C的话 那这边有没有第三段 这个是一个E嘛 1走5波 这是2 2的A B C 那现在有机会走第三段 即便第三段他 用这边对等测量好了啦 两百点 他要到那位 7953再8153 那如果說8006在昨天的底點是起漲點的話 它要到哪裡 這個過了 這個下禮拜會不會過 去收口看看 那如果過的話 那是不是 這個頭肩底 又會完成 突破之後的回撤 那這邊有沒有像頭肩底 一步一步來 所以為什麼我把 三個禮拜以前 我說先蹲後跳 只是那個蹲的確蹲得比較深 可是 如果你跟我們一樣有應對 應變的策略 第一個 你不會在它下殺的過程中受傷 甚至你還有小賺 那小賺之後我們就找 後面如果說行情重新要啟動的時候 然後奮力一搏 馬上你就可以反敗回勝 所以直尺之際 頭肩膀去收口看看 上半場我們時間快到了 你有沒有覺得它底型快出來了 頭肩膀來喔 股票市場是違反人性的地方啦 真的啦 你不要認為說 頭肩膀這是7、6、7喔 注意喔 總統大選完的後一天 1月18號 建低之後的長紅回撤 打底再漲 好 這一次有沒有一樣 你看喔 你看喔 7999間低之後 反彈 回撤 這邊是不是有在打底 有銀喔 而且都是發生在大家最看壞的時候 有沒有小賢當選總統大家一定看壞嘛 520執政大家還是看壞嘛 但是市場絕對讓你想的不一樣嘛 8年前馬上好 真的嗎 現在大家看壞 有往下嗎 我認為至少520它是收紅的 下個禮拜來看這 時間要不夠了 最賣最賣 經理啦 來撤這邊啦 撤這邊還是機會啦 因為它是在三角形收斂嘛 不破 它就是要往上去做滿足 那很簡單嘛 我說今天的敗筆是量不夠嘛 萬事已經具備了嘛 只欠東風嘛 這個東風是哪裡 國際股市 等一下回來 繼續講解 五分出 吹起聽 請用起聽 五分出 五分出 五好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更拿頭顧 永遠值得託付 02 2781 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 永遠值得託付 02 2781 0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降時 我喜歡感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小小小伙光 Oi lo hao You're right now Qué your Design how to enjoy you're in the world Long and prospering Whats we say we got to know nothing you andthe same 一直舊世界 天然Everyday 歡迎回到現場 頭部門來 這是520當天收紅35點 基本上已經打破過去8年前跟16年前 跌200點的魔咒 今天是上漲的35點 即便它漲的幅度沒那麼大 但是我認為這是另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我認為會建立在 接下來行情往上 或者是說它要起漲之前 你要去把握的那個moment 那個時間點 特別或許你現在驚魂未定 所謂驚魂未定就是說 這一波真的殺的比較重 這樣嘛 520已經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大部分10個有9.5個認為它是要大跌的 可是今天收紅 或許今天收紅你還是不認同 因為你都是要後面來慢慢驗證 等它出去了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上半場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要做什麼動作 這是7627喔 總統大選完的第一天喔 結果它變成起漲點 所以來到這邊 很簡單嘛 消極面你當然不能賣股票嘛 積極面要大買嘛 可是多數人一定會被那個行情所影響 因為跌了你怎麼可能敢買嘛 那個氣氛很不好嘛 大家又看壞嘛 看壞520當天 甚至看壞520之後的行情嘛 可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子嗎 特別來喔 這個我一定有說 背離 我說這麼多啦 原始上升趨勢線嘛 指標也背離嘛 油價在創新高嘛 時間不夠了 你看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去哪裡了 連三紅 然後昨天回檔之後 今天520又收紅了 上跪也是一樣啊 我都在關鍵的時候提醒你 不要去殺了 你看 留下影線的紅K 然後呢 連二紅 這是上跪 連三紅 連四紅 我會有沒有在最關鍵的時候 上個禮拜五測原始上升趨勢線的時候 提醒你 自己去把袋子掉出來 好 那重點來了 來到這邊 他已經在打底整理 已經醞釀那反彈的氣勢 所以你的心態真的要調整過來 如果說你還是悲觀 還是保守的話 曹邊我不知道要怎麼幫你 很簡單嘛 我說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這個東風是在國際股市 21天啊 21天啊 你自己去看哦 這叫季線 你看哦 你看哦 昨天道琼破短低 為什麼我們今天沒破低 很簡單嘛 我們已經領先跌了嘛 我們早就破季線了嘛 他是後面跌的嘛 所以當他後面跌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跌 我在想 你看一個東西 叫做費半 這五天有跌嗎 沒有哦 他比 道琼還要強哦 台股跟費半的連結會比 道琼還來得深 還來得接近 所以這個行情只差 國際股市 21天轉折做確認 然後你再來看 第二大 跟我們相關的兩大經濟體 美國跟中國嘛 他也在打底啦 這個低點沒有破嘛 他是不是在打底 他也差一根 鍾長紅確認嘛 會不會就在下禮拜發生 好 那 投票你看嘛 新政府上任了嘛 這個是他 未來要推的亮台計畫嘛 五大點嘛 要怎麼去選標股 要怎麼去選標股 投票我一定都有講 非核家園是 新政府既定的政策 所以綠能科技的部分 你一定要去選擇 作為你的投資組合 這一檔是之前我們蓋牌的 捷徑能源 我說他做燃料電池 5月5號的時候 8996的高麗 5月5號哦 看這邊 高麗為捷徑能源代表 60到60.5買進 買得到吧 60 買完之後呢 有沒有 往上 5月13號大盤在破底哦 你看 8053它是大漲的 高麗 再創新高 這是今天的高麗 你看這個投信 一路再買 我們買在這邊 60 上去之後震盪 再創新高 投票你就要選這種股票 為什麼 大盤還在整理打底的時候 它率先而出 那它絕對是未來的一個主流 所以你看嘛 這邊我都幫你準備好了嘛 那 只是我們提醒大家說 在那個上升趨勢線 原始上升趨勢線來的時候 你不要殺低 持股等反彈去做調整 然後也連勢紅了嘛 上跪指數連勢紅嘛 本來就是你要調整的時候 你要把弱勢股調到後面的主流股 主流股 這邊要怎麼選 高麗你看到了嘛 我們在禮拜五的盤中開牌嘛 12%了嘛 大盤最近很爛哦 你能夠選到最近可以漲12%的不容易 好 一前以後 擺明了生物醫療生物科技是未來的一個主軸嘛 所以生技股 投票你看哦 我先把大方向講出來 這是上跪生一 季線月線都站上了嘛 大盤連月線季線都還沒有站上 那你 你當然要去認清說誰是主流 那當然是生技股嘛 那你看哦 這是昨天它流上影線 尊重一下這邊有一個大量嘛 再回測季線就是機會嘛 你看這是520它的走勢 有回測了 會過嗎 我認為會過 我認為會過 因為季線扣這邊嘛 它要扣低的嘛 這邊會開始走平凡洋 所以如果還有下禮拜還有低點 真的你要真的進場去佈局 時間真的不夠 這是續復 賺兩塊哦 月線還往下沒有錯 可是月線要扣低了 它只差一根中長 這月線會怎樣 走平凡洋 那這邊呢 月季線還是趨勢往上嘛 這個季線往上嘛 所以啊你看嘛 它今天的收盤價是不是 這兩個禮拜的性高 人們慢慢的上升 你看這些月子也一直買哦 然後呢 投票台 南極之光 第一季的毛利39% 近兩年新高 去年獲利2.17元是歷史新高 結果股價還在打底整理 是因為行情不好 行情一好 它終究要還給它 獲利創新高的一個股價嘛 所以昨天的量出來 當然不用去追嘛 你看今天 量級說啊 缺口都不補 這絕對是一個機會 像這些股票 從綠能科技 到生技股 我們都準備好了 請你 真的要跟上我們的腳步 那至於大盤的部分 特別很簡單嘛 後禮拜就是看這嘛 若是一點回撤商證均線 找機會 突破 回撤這邊 還是機會 真的 這個機會來啊 就在520後 後520的行情波動加劇 旗鼓拳三合力 讓你三路並進 財富重分配的機會來了 好不好 如果 認同我們的話 點回家看好通 最後遇到大家 驾行愉快 下周我們再會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財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都要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庫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1909 2781-01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庫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庫 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限電視新選擇 北多數位有限電視 挑戰台北市最低價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數位高畫質贏